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今天超級大件事 繼續有我的投資材女和何寶瑞跟大家分析一下 白銀和黃金突然飛升 我聽到你說,好像是關於東運期間 是不是有人想發動中俄戰爭呢? 聽說而已,何寶瑞要請教你 先說一些平常的,不是嚇人 我怕是有心臟病那些 現在年輕人,你知不知道,考考你 古時的中國年輕人要學哪六樣東西? 琴棋書畫 差不多了 是叫做禮樂蛇魚書素 我想香港的年輕人都有兩三樣都不懂的 好像射箭 斜馬 這些他們不方會懂,這些是古時的 不是現在 好了,怎麼說呢? 現在的現代人就不是這六樣 就是錢,錢,錢,錢 反對政府,反對父母,反對社會 總而言之,逢是必反 這些就是現代年輕人 學的六樣東西 我又再問問你 知不知道古時的人出門呢? 有七件事 是什麼?我想這件事你知道吧 大姐 柴 柴,柴,米,油,鹽,醬,醋,茶 現在的人出門又怎樣呢? 即是你出門,身份證 手機 針止 是不是那個叫什麼?安心出行 還是什麼? ivel,口罩 門時或者車時 兩個人都要 銀包 六樣子 還有一個是什麼? 知不知道? 避孕套 為什麼?避孕套 你不避孕套? 你不避孕套 女生更加要避孕套 女生更加要避孕套 女生應該避孕套 女生應該避孕套 沒有關係 好了 那 我為什麼這樣開始說 好像忘記了說環球金融市場財經 現在 知道我們一起來 要知道什麼 第一 通脹 今天麵包有沒有起價? 雞蛋有沒有起價? 今天的病毒情況如何? 昨天又有幾多個確診 又有幾多地方封了 不能去的 你一定要知道 哪裡縮表 哪裡相反,放鬆銀巾 剛才剛剛我們祖國 又再放鬆銀巾 剛剛就將一年期的 貸款 MLF Medium Lending Facility 又再減10點 剛剛上星期才減了10點 由3.95到3.85 現在再減3.75 減得這麼密 一定是很不行 對不對 所以 跟著 剛才說通脹病毒情況 香港 放鬆銀巾 縮表 整個西方社會都在縮表 哪裏加息或減息 跟著檢查 環球股市、匯市 債市 和債息 債息升到 這兩天都不認得 黃金、白銀 商品市 石油市 為何科學這麼窗明 還多了東西 要看的 一起來 真是很不空 但是說到環球金融市場 今年真的不同人那麼準 近日市場每天 分分、秒秒都有變化 一天都延長 星期二才見你 昨晚已經整個市場不同了 知道嗎 連六天 石油 升到自2014年 到現在的七年高點 七年以來高點 昨天 WTI West Texas 原油 最高到87.44 昨晚美國市的波幅 是非常之闊 最低是85.69 最高就是 剛才所說的87.44 但是現在 就在中間 85.85 85.85 很容易記 我想是 少許 莫利回肚 很多人都看到 石油會升 對不對 因為有這麼多事發生 都是看石油升的 那 勢頭是非常之好 現在回 所以我建議 買入 家園對日園 也是基於石油價 一路我看升的 現在 昨天就是三分四次上下 上到高點又下回 上到高點又下回 連續三四次 你可以 玩三四次 上上落落 真是非常之過癮 一天吃足三餐 非常之和美 如果 不是 美元對日圓 整天徘徊在 下面 114.20 到35 之間 老實說 這個 家園對日圓 已經升破 上面92了 但是為什麼 日圓 會 這個美元對日圓 會升不到這麼多 升了又下回 升了又下回 但是又下不到去哪裡 因為主要 昨天 市場 突然間避險 避什麼險 想到頭都大 都想不到 如果買家圓 沽 日圓 而日圓 無法去哪裡 就算賺錢 也不賺得多 所以我經常都說 九十一、九十二 兩邊可以玩來玩去 但是 破不到九十二 昨天已經成三四次了 所以我今天就把它改了 將這個 家圓對日圓 買入家圓 沽日圓的盤 就改為 沽歐浪 買家圓 就是EUROCAT 這個交叉盤 因為EURO 我看它是繼續跌的 日圓暫時跌不到 也是因為避險 我一會跟你說 為什麼會突然避險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家圓 因為除了油價之外 通脹 昨天加拿大通脹率公佈 升到三十年來的高峰點 4.8% 幾乎是接近三十年前的5.5高點的 那時候是一九九一年 最高曾經試過5.5 後來加息加到發瘋 才押著衝脹 這樣 就過癮了 因為 我估計加拿大央行 會提前 不等美國聯儲局 聽說三月才加 他下星期已經會加息 也不奇怪 除了美國 偷佈了他 是啊 很多人偷佈 為什麼呢 這個更加 像會偷佈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次美國聯儲局 意識 加拿大也和那天一起公佈 兩個都很可愛的 兩個都拍拖 所以這次肯定 聯儲局出來公佈 譬如說 我下個月三月可能會加息 或者甚至乎四月五月 他會說 但肯定不會馬上加息 但是加拿大會分分鐘石破千驚 就是我的加息 所以 我這麼看好 我覺得他會最快的加息 還會快到下星期三 跟美國聯儲局那天一起公佈的時候 順便加息 所以 因為這個通脹率升到這麼高 現在整個市場 尤其是西方那邊 除了歐盟之外 每個人都要先搞定通脹 才說其他的 什麼都不管了 所以 我看 不是的 加拿大現在的Omicron 又很重要 如果加息 就很糟糕 但是 你們知道 政客的想法是不同的 為什麼呢 Omicron 如果真的很嚴重 極其量是死人 政客會不會理會死人 他不會 不只拍手掌 為什麼呢 因為你死了就不會反對政府 我還以為他有自己的好朋友 派對要加入 永天 你死了就少了人 拿救濟金 知不知道 這條數 好計很多 生人 生人 就麻煩 又要 入醫院 霸一張病床 又要霸了很多 facility 然後又做不到事 不可以為國家壞力去就業 去交稅 是不是 所以 他寧願你病 寧願你死 也不寧願你 很殘忍 國家字數滿錢說 我們跟何寶Sir賺錢 這些是民主社會 是的 我知道 是資本社會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被classify 看看有多少價值 那些人為何這麼害怕共產黨 我真的不明白 原來民主才是害怕的 你知道嗎 好了 當然是先搞定通脹物價 然後才搞病毒 總而言之 買家園 孤歐羅 孤日園 OK 這個就是我的 仍然是堅持的一個 可以說是中線盤 先不要說長線 現在都沒有什麼叫做長線 昨晚 金銅銀勝 哇 昨晚很多會員都發達 知道為什麼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跟你們說 介紹他們 用 歐羅來代替了 美金上升 這個 使得 黃金對 美元 升多少 都升不到 這個 有時候還會跌 因為美金上升 因為美金上升 通常都會跌 除了昨天 除了昨天 昨天 美金又升 黃金又升 真是很奇怪 還有一樣 昨天 不僅如此 美金是因為 十年期債息上升 其實債息是全線上升 由兩年期的債息到 十年期到三十年期的債息都全線上升 十年期的債息升到最高1.9% 剛剛星期二跟你說 我說我看兩厘 現在差很少 差很少 已經又估中 對嗎 通常債息升 就是利息升 每個人就買美金 所以美金就升 美金又高 黃金跌的 一定跌的 一定跌 十次有九次半都跌 昨天上升 為什麼呢 真是想到我頭都大 因為想不到 發生了什麼事 我想一下 想一下 終於想通了 是我想到的 沒有人說到目前為止 只有我的節目 會議的資訊 今集收藏讚好評論 是啊 是 我告訴你 我講出來很多人發邪 怎麼會啊 第三次世界大戰迫近 迫近而已 不是說發生 也不是說 什麼時候發生 我也不知道 但是會迫近 是 現時是星星之火 但是你知道 可以療緣 這句我也不敢說 美國和一群哈巴狗 胡群狗黨 食屎狗 澳洲 日本 印度 差 達入2022年 一直不停不休 向中國和俄羅斯 挑機 挑人 生事 抹黑新疆 正面衝突 又說 我搞你台灣 有理沒理 有他說 沒有人說 其實他是要逼中國開戰 但中國忍得住 對俄羅斯 對俄羅斯 以烏克蘭 為威脅 沒有藉口 他先先挑釁俄羅斯 在烏克蘭 那裏 都佈了 那些核 寒布蘭的導彈 這樣 叫北約 進去那裏 搞到俄羅斯 也都派大軍 在外面住宅 沒有法子 雙方面 剛剛俄羅斯 和美國 談判 他明知道這個談判是談不攏的 一定失敗的,但他都要談,因為這是一個例行公事 不會說你千萬不要說我和你針都不針,我就動你 所以他先先談,其實已經是宣戰 現在談完大家不歡而散,最後就找這個 這個也是吃屎狗,布林肯,這個國務卿 這個星期四或五,應該可能是明天 是最後一次和他談,就是說我們就動你了 最後召集了 是啊,最後召集了 這個是第一個戰爭,是非常明顯的 這個已經是,外面如果那些人看完他們的談判 看完所有的事情,知道他們談判什麼 根本是不可能談得了 所以火藥味已經很大了 是啊,火藥味已經很大到不得了 而且你也知道普京上一次 拿那個克里米亞 這樣廢話就進去就動你了 是不是 以他的性格 好了 這樣 這個也不是很大 俄羅斯和烏克蘭 因為美國是要看到你們中俄聯盟 一定要先打散你一個 這樣就先搞定俄羅斯 但是你想都想不到他們可能兩個一起搞 為什麼呢 因為 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過年了 你經常追我拿禮事 是不是 你一定知道 好看健康,萬事勝儀 好看健康,萬事勝儀 哈哈哈哈 那是追嗎? 那不是一個追的動作來的 OK OK 我知道 我知道 人都知道中國過年大過天 但是還有一樣 就是籌辦著那個 這個東運會 這個是更緊張過過年 過年年年有 東運會 有史以來第一次 一定要搞得好好的 已經搞完世運 現在搞了東運 真是很厲害 加上其實有肺炎都要切得很厲害 是啊 但是這個東運會 美國一直 是要禁止它開這個東運會 首先 叫那些狐群狗黨 你們完全不要派人去 誰知道 那他也要派那些運動員去 每個人都說 摩劍四年 你竟然政府不讓人去 是不對的 OK 你們去 但是那些官員 不會跟你們去 就是我抵制它 現在抵制 很多 就算那些盟友 那些狐群狗黨 都去 那他怎麼辦 OK 藉口 那些衣服也好 就算是國旗也好 如果用新疆棉的呢 你們要換過 完全沒有新疆的東西 因為是人權 你強制人家去工作 這些是他作出來的 沒有證沒有據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為什麼突然關很久了 美國是正一的 全家產 你知道嗎 跟得住他們的 那些狐群狗黨 都是食屎狗 但是你知不知道 過去那幾天 美國派了所有的航母 可以動的 可以打的 的航母 起碼有兩隻 會走去南海 其他有一隻 會在沖繩島 近南海 OK 哇 三隻 起碼三隻 航母 可以載到多少架 F-35戰機 可以載到多少 導彈呢 不知道 那還不知道 還抹著 那些狐群狗黨 澳洲 日本 印度 他們有什麼 野戰艦 都駛在那裡 現在的時間 問題 是最大的一件事 他所說 是軍演 其實就是挑機 挑人 搞事 好了 你過年了 你解放軍也過年了 還有 看準時機 你東運會 你真是忙都不得了 你還怎麼理得我 那我就走去南海 又過你那個八段線 又成 你吹得我仗嗎 是不是 這件事 他就是要搞到你 動手為止 OK 我說 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次是最危險的一次 雖然就算未必 是立刻導致到 在那時候會打仗 但是 誰知道 誰會插槍走火 是不是 如果我是其中 一個解放軍 他死了 我告訴你 幸好 我不是 我不是 兩邊是一個 是的 我解釋到昨晚 為什麼 美金又升 債息又升 而黃金又跟著升 還升到離譜 所以 打仗走路必備之物 有人聽到 你知不知道 要避險 所以你看到 黃金升 白銀升 黃金 由1815 升到1843 最高 一晚 一晚 也不是一天 升了幾十元 銀升了一整個月 二三 零幾十幾 升到二十四 零幾十幾 現在 OK 還有 日圓 原本我看它跌硬的 但是它跌不到去哪 仍然在一一四點 二十多三十幾 曾經升到六十幾 又跌下來 升到六十幾 又跌下來 我講過美金 那就是 有很多的避險盤 是買回日圓 才會導致這樣 那就是三隻 避險的產品 黃金、白銀、日圓 可以說是 昨天都升了 可以說是 你們在下跌的那一隻也會升 OK 是 之前很多集都講 它應該要跌 那如果 跟通脹沒有關係 通脹了幾年 又不見它們升 跟病毒也沒有關係 已經兩年多了 是不是 不見它升 當然是打仗 唉 我不知道 可能還有第二件事 但是這個是非常令我感覺懷疑 OK 所以是我的一個估計 講到明 講到明 我不是誇眾取寵 也不是嚇鬼 OK 所以 如果不是戰爭 現在 還有一樣 美國的債市跌到 媽媽都不認得 不是 為什麼那些債息會升 債市 債的價格下跌 才會 債息升 對不對 是相反動作 是 所以這個債市 跌到這麼厲害 那個十年期 債息才會升到上去 1.9 將近兩年 連兩年期 都升破 一來 很久沒有試過 兩個都 股市 昨天 我在納斯達 100 那裡都撿了很多錢 撿了幾百點 沽了 原本 是啊 現在跌到 剛剛 萬五 零 八十幾 今晚會不會繼續跌 我暫時未知 因為昨天我都在一五三百多 沽了 一五零幾 我就平了 有三百多點 還想死嗎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市 現在是很好玩 老實說句 因為每天都有不同的東西出來 每天都 總之你有糊 你就吃 不要貪心 他會彈上彈落 很過癮的 好像 加拿大隊人員 也是昨天彈上彈落 三四次 可以玩足 一天吃足三餐 可以說 其實現在 賀寶Sir的變數這麼多 你都想不到市場上面 對於 就算戰爭 避險 這件事的解讀 可以維持多久 是不是 不知道 這個 因為這些事情 全部是突發的 我下次再見你 已經是星期二了 可能已經開戰了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 記住 要參加 何寶Sir 二十四七 這個 通常黃金升 是忽然間升 是 連所有的方程式 都不管應該跌的 它不跌 還要升 加上 股市又跌 債市又跌 那你還有什麼解釋 是不是 今天這輯 真的是大件事 完全不能說笑 因為市場如果這麼反常 在黃金和白銀之上 這麼反常 所有的東西 一定是有東西的 是不會沒有東西的 但是我現在介紹了 以歐羅代替了 這個日元先 因為我怕這個避險 不知道避到什麼時候 所以 我是 將它由 Cat Yen 買Cat Guyen 轉做 Eurotet 都是環繞著加拿大 加拿大我看它升 因為油價升到 這麼嚴重 我看 分分鐘 下星期 布蘭特旗遊 會接近100 我告訴你 哦 又來 是啊 所以 非常利好 加拿大 如果真的 下星期 比我股仲加息 就更加升 OK 好了 我現在最後 再說一件事 就是 所有我的觀眾 粉絲也好 不喜歡我的也好 你們這一段 要感謝我 為什麼呢 我整個月以前 已經叫你們 將歐羅 代替了美金 在你那個大長金那裡 大長金不需要平仓 但是 你要套等 因為 恐防 那個 美金升 真的升 我沒有說錯 美金升 那隻黃金 就會跌的了 通常 大金 它不跌 OK 例外 每樣東西都有例外 所以 所以 我叫你們 沽歐羅 買回 那些美金 空了的美金 因為你要空美金 才能買到黃金 對不對 現在 又是大件事 兩邊都賺錢 雙贏 歐羅 1.14以上 很多人 1.14 三十多到四十多 現在 113 五十多 最低 跌破113 二零 剛剛 星期二才跟你說 那些支持位 第一 是 113 80 你記不記得嗎 不衝 已經破了 眼不ess看 已經破了 即 即 接著就下到113,20,卡住,就是我所說的位置 我亦都說113,20都破了,就112,80了 好,上一集才說 現在,113,20是未破,最低的113,18,差兩點就彈上來 但是我現在把那個歐羅,即是說 如果你是114,20到50,是拿出來套座的 你現在只是這個歐羅盤,純歐羅這邊這個盤是分開了 但是根本上兩個盤是合在一起的 就已經整理了一百點 但是,無獨有偶,連黃金對美金都升 即是說,你仍然是長了 黃金對美金,你又撿幾十元美金,一盎司 是不是? 即是左右逢圓,兩邊你都賺錢的 OK? 多謝學校長 連贏位,全都中了 是不是? 很少,其實我沒有想著會這樣的 你知道嗎? 偷燈就是偷燈 偷燈就是說,不會輸錢 但是,贏錢的機會也是非常之低的 最多都是贏些少的 但這次贏這麼多,真是一個例外 偷燈是變成一個佳品 是啊,原來是有史以來的偷燈最好的一個場景 OK?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運呢? 可能是,也不是 你早就說偷燈這件事而已 是啊 那你真是長金的嘛 有些實在是靠了史上 想他會不會輸 有人亦都問,當時他說 既然你看金跌,不如走一些金 我說不是,我沒有看它跌 我說大長金,長線我仍然看它升 所以我們坐著那裏,然後抖了美金那邊 那是這個意思而已 那怎知道現在一抖之下,變成雙贏 就是了 我在這裏建議,如果你可以先吃些少的 OK? 不是時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 OK? 這個是非常之特別 例外,兩面都賺這麼多 在一個Hedge上面 OK? 那所以呢 可以先吃些少的糊 OK? 況且今年的市場是非常之亂 將這個盤 minimize少少 也是一件好事 OK? 拿著Cash 很多機會 每天都幾個機會 這樣做都做不切 知道嗎? 撿錢都撿不切 現在都不知道怎麼辦 要多找幾個桶回來才行 沒問題 你的地庫這麼大 哈哈 你跟我說的 你說今年才是高潮開始之前的事情 是的 我們節目和觀眾一起撿錢的機會大把 而且 原來這麼適合我出了我的新節目 叫什麼名字 我都忘了 是炒手 我是炒手 我是炒手 你當然是炒手 你的金融秘密 有美女的那些 那是怎樣呢 美女的呢 當然要進去 何寶sir自己的Vector Financial Buld 來電視台 OK 謝謝 謝謝 OK 下星期二才看到你 不知道怎樣 市場又變成怎樣 現在不見了兩天 已經說了 是不是 市預隔三抽,人還未預隔三抽 人好像隔了五抽 哎呀,不得了,很期待下個星期 跟觀眾再次見面,一起分析這個市況 今天記得按讚、留言和分享這段影片 難得一個非常完整的影片 可以跟你一齊朋友去研究一下這個黃金避險 以及究竟怎樣長金髮 多謝黃寶Sir 拜拜